有女武神加持的雷电到底是有多强 他竟然可以一拳带走师婆的两条手臂 就在刚刚面对雷电碾压式的打击 师婆被气到爆炸 原地竟尬起舞来 可我们都知道 这阿三一旦尬舞 这事情绝对不简单 果不其然 他跳的正是必杀舞蹈 就是靠着这一招 他一捅阿三神界 宙斯看了也直呼内行 可在场上雷电懵得一批 没音乐你都能跳 想当网红箱疯了吧你 而下一秒 师婆竟突然窜了出来 由于他独特的舞步 他竟在身后产生了无数的幻影 不错 面对雷电极致的力量 他就是要以速度取胜 我堂堂横河之神 还干不过你这河沸水的雷巨人 面对师婆360度无死角的打击 雷电一时间竟无还手之力 或于无奈 他将所有的力量集中在双臂之上 摆好了防御姿态 可即便如此 他还是失策了 由于师婆的超高速打击 他浑身都冒起了青烟 而且不仅如此 只见师婆高高跃起 一个下劈打的雷电皮开肉战 师婆几百年来 没剪过的脚指甲可不是说笑的 而被一脚贯穿的雷电此时沉默不语 面对如此窘境 他居然笑了出来 原来雷电的曾经也有过遗憾 面对自己深爱的相簿 由于他特殊的体质 他从未全力以赴过 他自己的四个杀招 也没有正式使用过 可就在今天 这尬武的阿三 让他彻底的兴奋了起来 他终于可以不再压抑自己 封印的力量 一个热衷于战斗的男人 是该有多么的疯狂 只见雷电双臂合机 摆出了相簿的仪式 而他即将使用的 便是自己从未使用过的 第一个奥仪 相簿 铁炮 只在一瞬间 他便冲到了师婆的面前 而那个膨胀了无数倍的手臂 突然将力量全部的压缩 就在出拳的一瞬间 整个空气都完全扭曲 师婆反应过来大惊失色 急忙用自己剩下的三条手臂 摆好防御姿势 但下一秒还是悲剧了 他的神明之躯 竟无法抗衡人类的力量 而这可怕的相簿推手 竟直接打断了他的两条手臂 而这一击 也彻底下住了所有的神 难道这就是人类极致的力量吗 可这震惊还没结束 这师婆竟然站了起来 而人类与神明之间的决战 也终于到了最后的时刻 今日评论多了 谢谢大家